各位,我们都渴望被爱,也一生都在寻求爱 但有时我们却因寻爱无果而失望忧伤了 圣经里就有这么一个看似可怜的女人,就是丽雅 创世纪第29章 丽雅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深得美貌俊秀 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至爱丽雅 耶和华见丽雅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 丽雅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卢本 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 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丽雅说 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 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 丽雅的人生看似悲惨 不但一生活在与漂亮妹妹的对比之下 连结了婚,也得不到丈夫的爱 但神怜悯不被爱的丽雅,且高举她 这里我们读到,神见丽雅失宠,就使她生育 当神这么做时,其实是在提高丽雅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 因为在那个时候,女人能生出儿子是一件很重要且很光荣的事 并且神也借着丽雅成就了要使雅各的后裔极其繁多的应许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半数都是丽雅为雅各生的 不但如此,丽雅也是以色列两个重要支派的祖先 就是丽雅族、祭司之派和犹大族、君王之派 更重要的是,弥赛亚耶稣是从丽雅的血统、犹大之派而来的 谁又会想到,神会使用不被丈夫爱的丽雅 且给她如此高的荣耀 并且,虽然丽雅比被爱的拉结年纪大 但她却活得比较久 而且,拉结没有与雅各葬在一起 丽雅却有 所以我们看到,这被藐视和冷落的女子 在神里面找到安慰、怜悯和极大的荣耀 即使人忘记她、侵蚀她 但神却不遗忘她 弟兄姐妹,若你也因为得不到人的爱或人生的快乐而痛苦 或是你也觉得自己被遗忘 或你认为自己也没有像旁人一样漂亮、聪明或成功 不要难过 想想上帝对丽雅的恩典 上帝顾念丽雅 也必顾念你 当我们想到,原来还有神爱我们时 这会给我们极大的力量和鼓励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丽雅的失宠推动她 寻求神 把期望转而放在神身上 原本,她所有的渴望都在于得到丈夫的爱 从丽雅为儿子们取的名字 我们会看到她心中的可叛和悲痛 大儿子名为卢本 意思是看见 除了承认神看见她的苦楚之外 她也希望她丈夫从此能眼中有她 因她说,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然而,这心愿没有被实现 她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是西面 意思是听见 同样的,她感恩这是神对她的恩典 但同时,她也盼望她丈夫能听见她 第三个儿子的名字叫立位 就是联合意念的意思 她最深切的渴望就是她丈夫的心可以联与她 但可悲的是,即使她为丈夫生了那么多儿子 丈夫的心仍不属于她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痛苦 到现在为止 丽雅一切的期望和心愿都在于要得到雅各的爱 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因她能生育而得到挽救 不料她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但她的失望使她唯有转向神 我曾经读过那么一句话 你若从来不需要在一切事上倚靠神 你就不会料到原来神就是一切了 的确,我们若被逼走到尽头 而不得不倚靠神时 那时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神能在凡事上帮助我们 我们常以为我们需要很多东西 但原来在神里面该有的都有 丽雅因得不到丈夫的宠爱 所以就被推动去寻求神 而在那过程当中 她发现原来神爱她 她丈夫虽然不理睬她 但神关心她也能满足她 因此她为第四个儿子取名犹大时 她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 这次她提也不提她丈夫了 弟兄姐妹,我们的痛苦和失望 若也能催逼我们寻求神 那我们也算是蒙恩的 神如何使丽雅的苦情转为赞美 也会如何帮助我们的 重要的,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别的 乃在于神爱我们 丽雅一生都可盼她丈夫能爱她 仿佛她只要得到一个男人的爱 才算是有价值的 但原来她的价值来自神 即使她没有丈夫的爱 神也能将她举起来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享的 神赋予她极大的荣耀 甚至使米赛亚 从她这不被丈夫爱的女人 而出来 或许我们也和丽雅一样 总认为只有人爱我们 我们的事业成功 有配偶,有儿女了 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 但原来我们的价值来自神本身 唯有神才真正爱我们 也不会叫我们失望 若最荣耀的神爱我们了 我们便是极其尊贵 有价值的了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渴望真爱 也正在寻找真爱 不要以为一段浪漫或美满的爱情 能满足我们 当然,我们若有人的爱 也应该感恩和享受 但我们要知道 人的爱或是世上任何的事物 都不能全然填补我们心灵的空虚 唯有神才可以 但愿我们今天 无论情况如何 都能恢复像丽雅一样 可以赞美神